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上次我们讲到康熙问今年南位的主考 到底是谁举箭的 洪次理就望望明珠很委屈地说 都是神无大眼色人 坏了国家伦才大典求皇上重重自罪 康熙就说你急什么 这件事都还没搞清楚 到时等我分清责任的时候 谁都走不掉 起床吧 讲完之后 在卷宗里头就抽出一大袋的孙子 慢慢地打开 打开的呢 原来是一幅像几长的链羽 纸的背面呢 还有一些干了的章糊 显然是刚刚在一幅长的树 是沾下来的 这幅链羽的上链就是 左幽明右眼无珠 不辨黑王却仍家兴 下链就是 赵子龙一身是胆 但见恐慌即是乃虎 大家都应该明白 这幅链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了 在最后的落款的时候 就写着 毛石书生乌斯道紧赠 康熙的眼眉跳了一下 乌斯道写的一首好字 然后呢 就将咒语的截略放在一边 仔细地看一下圆折 这个是江南巡虎的一个咒本 康熙又看着那个折 面色就越来越难看 慢慢连手都震起来 几个大臣就知道他要发作了 吓得大气都不敢透过 这时候听见 康熙小小声地在这里读 淫子日 数百名应使举人 抬财神涌入共苑 左育卿 赵太明两人仓皇逃至神处 湘神前往 叉拿肖士首领 神即着南京城门 领神连庚耀前往谈压抚卫 并借掉前往福建水师兵 一千名卫护共苑 除乌斯道事前逃顿 所有政犯以监后在压 读到这些书 康熙砍一声一拳就打到桌上 啪地站起来 圆坛的口面就伸手摸摘 谁知一手就插到一个珠沙眼的书 激到康熙一脚砍一声 整张桌就飞起来 桌上的文书 墨演震指涂藏茶杯 乒乒乒乒乒乓就跌下 红士里几个客人都说 当堂高吹地歪地 几个太监工女派地的树 手忙脚乱修了些东西 看起这时候激动 鼻都歪了 周身打震 一见他们进来 顺势将墙上面挂着那把剑 拿下来大声地说 穆子弃 你立刻拿这把剑去南京 将那两个大胆妄为的狗官 就地蒸发 并且将他们的首级送回北京 穆子弃一边答应 一边就说 是的 主上 到底要奴才杀哪两个人 红翅你用膝头哥 一路跪在康熙旁边 对康熙说 万岁暂且息怒 这件事还需要查明 才可以办 神认为应该将这件事 交给暴女头 以过之后 以律之罪 红翅你心里很明白 外人并不知道这两个主考是明珠 关照自己推荐的嘛 人头一落地 自己永远都说不清 这只锅哪个什么好啊 看他把那份咒舌 扔在地上 你看看 这些是考试吗 直谈卖官 博鹤红余科开了这么久 南方稍微好一点 没人吵了 而这个左育兄 敢来败坏我的名声 红翅你震腾腾地收起一张摺 抹了抹额头上面的汗 一看 原来是九百多名的举人 联名的揭帖 你读啊 读给他们听 红翅你又扣了个头 是 于是 小心翼翼地读 朝廷科目 愿以网络实学 真拔真才 非为主考 立会认诗 奉认权要之举 放圣天子 加以文教 严相理智 范淑在观 致以洗敌 费长以应明照 不宜 认天大 主考左育兄 赵太明等 高等 黄景 黄敬 智 李天宝 指以席 潘为阵 因乃父 皆为防官 遂交易 而得手 韩孔 含孟 含孝 将三等 因若父 现居礼宝 孔 磨砍 而存收 孔次 你越读 越深方 他原先以为 你不关自己事 所以自己 你一身干净的 啊 怎么知道章节里头 有人姓红的 死了 都说不定 是不是族里头 不知道边防的紫质 后边呢 又点到数十人 都是指名道姓 说通了哪个的关节 送了多少钱 都说得清清楚楚 也都难为这帮孝联 打听得这么仔细 在场的人呢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 但是点了的人名里头 都颇有意熟的 也都很难担保 不知道是不是打住自己的旗号 去走后门的 哎呀 那真的说他不清了 在场的几个人 越想的心就越慌 洪次你读到后来是这么说的 朝廷待其不为博矣 宜君切心何其谋哉 独不念天听若女 神目如典 吾辈进退不久 死生为名 勿请上方之剑 斩毙元凶 当路风文既阔 目击又真 何识弹核之将 达诸天庭 不然 狗字简之迟迟 知棍情之凶凶 一旦有意识者 平身而起 或刺之国门 或杀之恋下 四方文之 恐笑是大夫之无人也 读到这些书 红次你又收住不读了 再看看下边 全部都是那些人的签名 第一个签名的呢 又是那个乌尸道 他这阵时 摔得他的头 乌声不出 不敢说话 上书房 一下子静到 连针跌到地上 都听得见 明珠先前听 康熙说过 说哪个有责任 就会追究哪个 他想到 那些溃硬 还没交上来 所以就略略 送回一口气 谁知 这篇东西里头 连揭十几名的 风疆大臣 有一些 还是平时 心交的朋友 还有些 还牵扯到 随权学的人情 这样就死了 虽然没有提到自己 但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是自己的意思了 这样就搞到明珠 六神无主的心 放到什么 高士奇虽然和这件案件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他知道 前朝处置科长案件 就极为之严酷的 坐监杀头就在所难免 而且一杀 肯定会有几百人 那么多 所以高士奇的心 也有点慌 两只手的手心 全部都是汗 洪翠里 朕很想听你说 什么依律自聚 这件事 你说 这件事 怎么处置才说 洪翠里 摁高了臉 想一想 他说 我大清律例 源自明律 也应该遵循前明之例 这件案件的主考 副主考 贪污受贵 不是一般的孤恩 独职 我认为 应该棄使 明正典型 十八房的考官 就按罪情的轻重 分别语以搅影 缓决 立决 或者 刺他们自尽 其余涉案的人 或者将他们处死 或者将他们留房 也都应该根据 有关的情况 分别处置 至于 能不能够发外施恩 就是主上的意思 神不敢妄议 气使 即是杀头 看起来 什么气使 搞缺 自尽 虽然等级不同 但终归都要死 但当他想到 一下子杀这么多人 他有点迟疑 但是这段时间 他读了几本抄回来的书 什么女留良的春秋大耳 严白安的胜利论书 在这些书里头 都讲到大清的执政者 很不妥 什么明君失德 中原六尋 之类的说话 在这些书里头 经常见到的 而诸三太子 捉完一个又一个 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捉完 一旦处理不当 连现有的侍隐 也会对朝廷不满 那就糟了 想到这些书 康熙冷笑一声说 哼 朕这次就不会 思什么恩的了 如果不杀一个人的话 你叫我 怎么跟那些人交差 老百姓又 怎么看我们 跪在地的几个人 一起叩头 慢地求康熙 万岁 万岁 康熙哼了一声 气固固地出去了 走到外面的时候 还听到他猛地骂 非要杀的我封疆大臣不可 欺有此理 那康熙生气爆爆走了之后 回去做什么呢 我们就不说他了 说回明珠 明珠坐在一顶矫里头的心 醉醉醉不安 回到明府 一落脚 老王就迎了上来 笑笑口和明珠请到我安 然后说 老爷回来了 随财鹏鹏和余国柱两位大人 一早就已经过来了 在后边等着老爷 明珠就问他 他们过来有什么事 鹿才不知道 这个老王都很醒目的 他见到明珠的面色 不是很好看 于是他就说 不过听他们 聊天的时候 说 山东孔上任 就骗了一出 叫什么桃花线 还听说 想搭个棒 搞台戏来看看 他们说 说中堂大人这段时间 这么清闲 这么有趣 所以就做回一场戏 给中堂大人你欣赏一下 清闲有趣 明珠冷笑一声 大答报就走进去 刚刚走到二门 见到家人托着竹木 出出入入 大概是用来搭气台用顶 他是忍住气 站在那儿 望了一阵 忽然间 他觉得他的头壳 嗡嗡声响 还有一点暈暈地 他口唇不知道做什么 自己震下震下 又这么巧就这么巧 副总管黄明印就软倦见他过来 于是就急着走过来献欣勤 相爷你看看这台戏 是不是很好 明珠听起他这样说 不出声 举起手 撒开他的手指 照着黄明印的臉 一巴掌刮过去 打到黄明印就中几宗 差几乎滚在地上 荒芒之中 想说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事 一担高头的时候 明珠已经大答报 走进去了 温国柱和随贤学的两个人 正在下捉棋 捉得轻合合 见到明珠过来 于是站起来笑着说 明相,你看,这个也是读书人 我让他下棋就输一台棋 如果谁输了,就谁做东 想不到僧三步而已,这样也输了给他 明珠见到徐乾鹤的拾起彭牙猛地对着自己笑 于是黑口黑面地对他说 喜?什么喜? 于国柱就兴致勃勃,站起身 他说,好喜来啊,唱到南京城滚起了 就是孔家子的桃花线 那些文笔,还有那些瓷粗 真是好到极啊 明珠一听,更加撞火了 说了个粗口,照着旗盘一脚就兜过去 啪声啊,整个旗盘就踢到飞起 那些旗子杀到整地都是 明珠这个人在官场也从来不会发火的 笑明珠这个绰号就是这么得来的了 现在明珠发了浪礼,当堂吓得如国柱什么感 不知自己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 明珠就跟着开声了 那,你两个人听清楚一下 半个月之后呢,你就找黄时征在他树订定位置 坐牢吃死人饭啊 豈有此理,还有心机在这儿逐棋 还要说做大戏呢 如国柱就见明珠好像一只癫狗一样 于是就连望陪笑说 明珠,就算有天大的事 即使是灭狗撞,人头落地也好 你也要给个机会,让我们两个解释一下才行 明珠就说 哼,我不知道啊 你们在南偉做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啊 你们都算大胆啊 用你随贤学那些什么狗屁文化,怎么说啊 什么东昌事发啊 哼哼,这阵时啊 葛礼就在这儿坐镇 连羹瑶就带兵封了贡园 一房一房地在这儿查 这次啊,不死十个八个人 不免去一二百个官那才棋啊 正说我踢个棋盘都算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啊 今天皇上在上书房啊 整张龙案都逗翻了 哼,你两个都没死过 叉叉的叉叉 很快就有好戏看了 不过不是看你请回来做那出 说完之后,垂头丧气地躺在一张椅树 护低的身,用双手就猛地摘下头发 随贤学和余国主一听 那些晴天响了这个霹零 傻生气地摘下头发 过了半天,随贤学才说 这件事和我们的京官有什么关系啊 整来整去都是葛礼的姿势 那些明相,明相你都知道 这个葛礼和索相很熟 不用问了 肯定是他指使教唆江南巡虎出头整的 岂有此理,这样做就未免太过分了 他肯定摘下不少油水了 明珠当然知道了 但是事到如今 这个随贤学还想说拍拍摄楼走人 叫自己出头顶着索额图 当堂激到明珠的肚子疼痛 好了,各位 后来到底会怎样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